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实用绘画篇第八集 我们常常需要用英文的时候 我们就想这个中文意思怎么讲 那个怎么讲 那有的时候常常会卡卡 这些用字不知道 或者是这句话到底文化结构怎么讲 所以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是针对生活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提供一些参考的一些答案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些中文的意思 然后你心里想大概要怎么讲 然后对照一下 我们待会的提供的参考 对照一下 或者你不会的话 你就知道原来是这样子讲 电话线路一定又坏了 想想看要怎么讲 我今年尾牙中了新台币十万元 可能摸财了等等中了 服务生我们可以点菜了 这就比较简单了 我的汽车爆胎 哇爆胎 轮胎会讲 爆胎怎么讲 这瓶可乐 没气了 走气了 打开 或者啤酒也是一样了 反正酒类跟饮料 打开酒了 啤酒 没气了 喝下没味道了 带苦味 可乐 没有那个气 没气就没有那个劲 那电话线路一定是又坏了 是不是电话又不通了 电话线路 有什么问题 The telephone lines 电话线 就是 这很简单 电话线就这样 Must be broken Broken不一定是 它的原型动词是break 因为它是被动式 因为它被弄坏了 它自己通常不会坏 可能被线被老鼠咬断 被水淹了 或者是等等的 所以broken 它不一定是断掉 断裂 它也可以就是坏掉 out of function 没有用 again The telephone lines must be broken again 那我们 这边 必须要提一下break 所以我们当 看到动词是 过去是 过去分子 我们一定要知道 它的原型动词是哪一个 因为为什么动词的三态 现在是过去是 过去分子 有的时候是一样 有的时候是不一样 有时候大不一样 有时候小不一样 什么叫小不一样 就是过去词跟过去分子 同一个形式 就是小不一样 大不一样 就是三个态词都不一样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 它的一个现在分词 或者我们叫动名词 因为常常这个动词加按计 变成名词用 当然有用形容词 还有ED 就是 就是它五个情况 现在是 过去是过去分子 还有 现在分子 当名词用 当然有时候 也会当形容词用 那还有加ED 就过去是 过去分子的方式 那它也 它就 就当形容词用 就不当名词用 所以大概 一个动词可以 大概有 至少 这五个变化 当然其他可能还有 还在想一想 当然还有未来诗等等 那BREAK 它主要是当动词用 打破 把东西弄坏掉 BREAK 那这个打破 它中文是同一个意思 英文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就把锅碗瓢盆 打破 还有一个是打破记录 在英文观念是不一样 可是在中文都是打破 也可以 真的是这么巧 把东西打破 也是打破 把记录打破 打破记录 也是打破 或者弄坏 因为我们这边 就没有再去分了 没有再去写 打破 物体 或者打破 记录 那变因 我们说青少年 变因 那个 生代会变 声音 男生 小孩子男女生 差不多嘛 到了青少年 男生声音 开始变牙嘛 变低嘛 变因 倒不是说唱歌 那个变因 而是那个青少年 灯大狼 变大人的过程当中 然后强行逃脱 也是BREAK 甚至我们说 逃狱 越狱 从监牢逃出来 也可以 破晓这个又特殊了 这天 刚刚的破晓 也是 这个BREAK 然后中断 我们说 这个会议中断 讲话中断 也是BREAK 你看它的意思 就很多了 你看名词意思 也很多 名词呢 破损 也是 破裂 破损 破掉 暂停休息 跟前面动词差不多 而破晓 也是有 这个就 动词就没有了 就是 打网球的时候呢 破发球局 结果发球那个 那一局 他输掉了 被对手 破掉了 这叫破发球局 然后 机会 好的运气 它也是BREAK 那当然了 BREAK 另外更特殊就是 它后面加一个 阶系词以后 哇 又变不同的意思 这个BREAK 后面跟的太多 我们这边没有列出来 不然的话 怕大家一下接受不了 BREAK UP BREAK INTO BREAK OUT BREAK DOWN BREAK一大堆 甚至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BREAK UP BREAK INTO 它搞不好又有 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意思 很复杂 BREAK这个字很复杂 所以我常说 越简单的字 有时候越复杂 或者你说A ABCD的A 就很简单 一个字母啊 你去字典查查看 它意思很多 很多 像AS 就两个字母 它意思很多 反而有些字比较 你觉得难一点 UNIVERSE 宇宙啊 CONGRATULATIONS 恭喜啊 你觉得难一点 它反而简单 字母是多一点 可是它意思就是宇宙啊 就是恭喜啊 它也没有其他意思啊 所以 就是我们常常觉得 越简单的字 你觉得它好欺负 其实你会被它欺负 你觉得吗 很多字你觉得很难 它会欺负你 它一点都不欺负 你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我今年尾牙中了台币十万元 I won 100,000 NG at end of year party 所以有时候尾牙 你觉得到底有没有一个英文字 专门讲尾牙 当然尾牙是我们中国式的讲法 台湾式的讲法 尾牙 其实很简单就 year party就可以啊 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字来表示啊 但我们这边用year party就可以啊 然后前面可以加一个 the end year party 中了 那你不要说摸财什么的 你就 外国就很 就很单纯啊 我赢得了 你不管是中了 还是人家颁奖 还是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中了 你就赢得了嘛 你就拿到了嘛 就赢得了 就很简单 所以有的时候 英文式的思考 比我们想象中的简单 但有的时候 又比我们想象中复杂 来看情况 服务生 我们可以点菜了 waiter 如果是女服务生 就waitress waiter 男的 waitress 但有时候你看不男不女啊 或者一下想不到 女服务生 叫waiter也可以 所以 英文里面分男女 可是如果搞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讲男的 就像actor 是男演员 actress 是女演员 你是搞不清楚 你就讲waiter也可以 那当然还有其他例子了 那当然现在 两性平等 像congress们 国会议员 congress们 那女孩子不高兴 那女人怎么办 就叫congress woman 那后来有人说 哎呀太累了 干脆congress person person就中性 第三性 那也像厕所 如果是男女通用的 就unisex unisex unisex toilet 那这边order 也是很麻烦 我们的点菜 你看这个 这边写错了 它是那个 动词 动词呢 它你看点菜 或者订购 order我们一般 我们先讲名词 它是顺序 顺序 或者out of order 就是没有顺序了 乱了套 它也可以秩序 治安 也是order 所以那个法官呢 你看那个 不管英国 美国了 那个法官在 那个庭上 他在坐在上面 所以叫庭上 他不是庭下 坐在法庭的上面 拿着那个锤子 木锤 棒棒棒 说order order 置序 大家乖一点 不要喧哗 也可以是 汇票 汇票 意思你看差很多 那它也可以是 动词 命令 指挥 当然加上 点菜 来订购 当然还有没有 其他意思 还有 那也不要 写那么多了 这些是 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几 大概 包括在这里面 太冷僻的 太深色的 就不讲了 那我的汽车抱胎 抱胎就很简单 字很简单 flat 就是抱胎 你说抱胎应该很难的单字吧 是不是很特殊单字 不用 就是平的 flat就是平的 轮胎平了 就是抱胎吗 那不管怎么平呢 那flat 待会讲 它有很多意思 轮胎平了 就是抱胎 就很简单 那这句意思也差不多 这瓶咳了 没气了 或者你也可以讲成 那个啤酒 this bottle of Coca-Cola is flat 它就不是平了 flat 就是没有气了 你看都是flat 这个字很好用 又是汽车 抱胎了 没气了 所以当不一定是抱胎了 那你也可能被人家放气 反正都是flat 这个气没有了 flat 那flat这个字很复杂了 看一般是形容词 平的 平平的 水平的 或者我们唱歌呢 flat 走掉了 key不对 忽高忽低 不在这个吊子上 我就走掉 五音不全 而轮胎泄了气了 就跟上面一样 而电力不足的 也是flat 啤酒 或者可乐 就是有打气进去的 走了气了 当然也就是走了味道了 让市场萧条的 你看 所以这个字多复杂 这些都碰得到 所以为什么大家有时候看英文很累 因为老外他不管你 他是他的母语 他该用市场萧条 他用flat 那你说不对啊 flat就是很平的 那怎么会市场萧条 那是你不知道啊 或者是轮胎泄气 电力不足 或者甚至走掉的 那是你不知道 没有一次多一的观念 那你看他也可以当副词 平坦地 有时候形容词跟副词 就是差不多 基本上差不多 大概有个气氛项 但有一些会不一样 有时候有些副词 它会出现一些很怪的意思 平坦地 这边就是音调降调的 flat 我们在那个学音乐 好我们说有声调嘛 有降调 就你看五线谱 有个降调的符号 一个像B一样的符号 那声字号就像个井字号 就是降 音调降调 我们说 什么交响乐 或者什么 小夜曲 它是降E 大调 降F小调 降调 然后断然的 你看这个形容词 就很少有用断然的 就是flat 很断然的 断然就是当机立断里 然后居然是没有利息的 flat 很平的 市场萧条的 没搞头的 就没有利息的 然后你看名词也可以平面 当然平面跟平坦 我可以了解 又是浅滩 哇 意思有很多 额差很多 然后 还有一个这边没写出来的 就是公寓 我们说公寓大楼 公寓flat 通常flat是一层 也不能讲公寓 反正就是一层的 一层的房子 flat 尤其在西部片里面 那时候没有高楼大厦 一层的 就是一层的公寓 flat 因为它像躺平在那边 高楼 公寓大楼 二三十楼 十几楼 那种就不叫flat 因为它高高的 它不是平的 这边没有写出来 也是一层的公寓 在两层以上就不要用flat 然后动词你看 又可以形容词 副词 名词动词 好复杂 又可以当变平 变成平的 又可以当降半音 所以你看 所以英文有时候很难学 而且是越是这种简单的词 它越难学 越是困难的词 越好学 好 那我们最后再把这个句子念一遍 我们就是了解一下 这五个中文的概念 这个情境 这些句子 我们英文大概怎么讲 比较贴切 电话线路一定又坏了 The telephone lines must be broken again 我今年尾牙中了新台币十万元 那你也可以改成美金啊 欧元啊 等等的卢布啊 所有的卢布 随便你换 A 100,000 NT at the end of year party 服务生我们可以点菜了 Waiter We are ready to order 我的汽车爆胎了 My car is flat 你看就四个单字 很简单 就表述完了 所以英文造句 有时候该长就长一点 有时候该短 你就不要长 该短就短 该长这里 金箍棒一样 孙悟空金箍棒 该长就长 该短就放到耳朵里去 这瓶可乐 没气了 走气了 This bottle of Coca-Cola is flat 所以我们这一集 又学到五个 中文的一个情境 生活上可能用得到的 那他中英文要怎么讲 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留言 这一集讲到这里 这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